《怪奇物語》第四季的下半季 第八集和第九集終於上線 這兩集加長時間一共235分鐘 班導威克納的計畫獲得80%的成功 布魯納博士又被領了便當 艾迪可歌可泣的犧牲 感情線慢慢收斂集中火力 大朋友小朋友所有人聚首 準備解決霍金斯正被4分5裂的問題 關鍵人物達菲兄弟提到 第四季經歷9個劇本超過800頁的台詞 將近兩年的拍攝時間 數千顆特效鏡頭和多兩倍的片場 這果然讓第四季非同小可 可以想像《怪奇物語》第五季 最後一季一定更是熱鬧非凡 關於《怪奇物語》第四季下半季 第八集和第九集 先選彩蛋12顆 你有需要知道的時刻檢視 第一點 第四季的最後兩集 第一顆彩蛋就給維諾納瑞德 在第九集2分50秒的片段 《怪奇物語》身為一個超能力冒險殺怪的影集 這應該也是第四季中最大亮點和最大尺度 非常值得稱鬆 雖然維諾納瑞德已經50歲 但是這一路還是有一些火花和爆點 他和吉姆哈普換上的衣服 是霍克霍肯80年代的潮梯 霍克霍肯是美國退休的職業摔跤手 最有名的司機就是曾經打昏日本傳奇 摔跤手朱姆 彈袍上身 打怪特有禁 第二點 第四季第八集開場沒多久 麥克薇勒發表 11是超人的感言 失酸連路易斯連恩都不如 這段是酸的很有趣的比喻 在漫威還沒統治世界的那個年代 DC的超人也曾經風雲一時 麥克致敬的是1978年的超人 不論口碑或票房都是大作 甚至還入圍過奧斯卡鏡像獎的三個獎項 最後拿下視覺效果特別成就獎 飾演超人的克里斯多福里維是不少人心目中的超人 他甚至造就了超人的基本長相設定 用Williams的超人進行曲更是經典 音樂一下有著超人就會出現的制約反應 第三點 翻查加半島的集中營 迪姆哈普和喬斯·拜爾斯看到恐怖景象 一堆怪物被裝在實驗室的大大玻璃品裡 看起來一陣反胃 這其實致敬了1997年《異形4》與我重生 《異形》這部電影從70年代開始一直橫跨40年 一共有6部相關電影 大導演雷利·史考特也是因為《異形》第一集有了聲量 《異形2》的導演是詹姆斯科麥隆 《異形3》的導演是達維芬奇 是很多大導演都參與過的大題材 這個致敬更深一層是維諾納瑞德 也曾出演1997年《異形》第四集《御火重生》 維諾納瑞德演出《異形》第四集的時候 因為曾經有溺水經驗 所以隨下的錄影拍了很多次 第四點 埃迪一起前往買軍火的時候 當然需要稍微易容 畢竟他還是全民痛氣的對象 他戴上麥克斯給的面具 這個面具的來歷就是有名的麥克·麥爾斯 來自1978年上映的恐怖電影 《月光光 心惶惶》 《月光光 心惶惶》有名的就是刀刀見雪 可以說是美國恐怖十月萬聖夜的大片 從1978年開始拍到2022年 一共有13部相關電影 這一系列的延伸電影常常評價的都不太好 但票房比評價好的狀況 也就是農曆七月鬼片紛紛上映 鬼節應景看鬼片的概念 另外麥克斯也曾經在第二季中的萬聖夜 戴上這個面具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第五點 同樣在軍火採購店中 羅賓看到暗戀對象圍奇也在現場 黃賓還戴著前男友 圍奇的帽子很像1984年的電影 《盜女十五十六十》中的莫莉林沃德 其實整體來說圍奇不只帽子 連髮型和長相幾乎就是整個莫莉林沃德的翻版 第六點 集中營的玉警大根問兩光的花生匠走私犯 為什麼一直拖延的原因 用了珍寶島事件來扭轉 花生匠走私犯的心思 說他曾經是大勝中國軍的英雄 珍寶島事件是發生在1969年 中國和蘇聯的武裝衝突 疑因是黑龍將留意珍寶島的歸屬問題 珍寶島事件中方勝利 事件後中國控制珍寶島 歷史記載 蘇聯高層因珍寶島事件非常不悅 曾經計劃要動用核武攻擊 第七點 吉姆哈普說他夢中都是美食和美酒 其中提到奇洋第九 但哈普發音沒發好變成雞洋第九 奇洋第九是一款義大利托斯卡尼的紅葡萄酒 從70年代開始托斯卡尼的釀酒師們 試圖以跳脫法規限制加上創意 要打造最強的紅酒而努力 不少九屆的英雄 只要看到奇洋帝的黑公雞符號 都會肅然其境 第八點 1982年的開放的美國學府 這部電影被怪奇物語提到很多次 開放的美國學府是80年代 美國很有名的青少年校園喜劇 故事是美國高中生見不得光的去世 有不少裸露性愛畫面 是不少美國青少年拿來幻想用的電影 怪奇物語中用了不少電影梗 信手連來一堆電影 和編劇杜夫兄弟有很大關係 這對雙胞胎兄弟 小學三年級就開始拍電影 後來就讀電影學系 也導演過一部電影 話說開放的美國學府中的西恩潘 年輕的時候真的是帥到是一個人物 第九五點 莫瑞對哈普要重回集中營 非常不爽覺得荒謬 說他們這一群人是在拍1967年的 絕食突擊隊 絕食突擊隊是60年代的票房大片 故事是說一位德軍萊斯曼少校 要進行一趟自殺事任務 所以他前往監獄中挑選終身監禁的戰犯 和他一起完成這項死亡任務 因為一起去執行任務的一共有12人 中文片名也有叫做十二金剛之絕食突擊隊 因為和十二有關特別一提 第四點 麥克斯在躲藏威克娜的計畫中 他選擇躲藏在他最喜歡的記憶中 也就是在第二季 他與盧卡斯和所有朋友舞會的地方 結果舞會風雲變色 地球像紅色果汁一樣爆漿血流成河 這是致近1976年的魔女嘉莉 這部超自然恐怖電影改編自 史蒂芬金1974年的同名小說 魔女嘉莉在2013年再度改編上映 由特工聯盟超殺女克羅伊摩雷茲主演 如果你剛好喜歡有一些紅色沾一點喜氣 魔女嘉莉會讓你再也不喜歡紅色 第十一點 達斯汀在提到打倒威克娜的計畫中 提到威克娜會像金屍在棺材裡睡覺的德古拉一樣 不愧是電影小達人達斯汀 五句話不離電影梗 達斯汀提到的是1979年恐怖愛情電影德古拉 那時候演出德古拉的是到最近都還活躍的法蘭克蘭吉拉 第十二點 麥克斯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失去意識 盧卡斯為愛人讀 而他讀的那本書是史蒂芬金和匹德史卓伯 在1984年合著的奇幻小說《魔符》 魔符的故事描寫也是現實的美國及魔獄兩邊的故事 故事裡的主人翁傑克歷經千辛萬苦 最後取得魔符維護世界和平 也許麥克斯要活回來的方法就是要前往魔獄找魔符 史蒂芬金魔符這本書相傳就是怪奇物語的奇幻版 而翻拍的版權就在大導演 史蒂芬石屁博手上 《怪奇物語》是一齣劇本很細緻的影集 也因為劇情發生在80年代 所以隨手都可以發現有趣的小彩蛋 按讚訂閱加分享 讓《怪奇物語》第五季可以趕快到來